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中秋佳节越来越近 湖南卫视2024年中秋晚会开始录制 从目前录制路透图来看 周深 陈楚生参加 他们的人气非常高 网友们非常期待 而Red组合出现遭到了很多网友们的质疑 认为不应该邀请他们 周深毫无疑问 他依然是今年中秋晚会最忙的歌手 和他一样忙的还有喜欢他的歌迷们 到时候又要来回切换频道 而且还要确定时间 目前周深已经出现在多档中秋晚会中 出过湖南卫视 还有央视 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等 当然目前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还没有官宣 也没有发现路透图 只是网传名单中有他 因此最终会不会出现在这两台的中秋晚会中 还不好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近年来他各大晚会都会出现在多台晚会中 想必今年的中秋晚会 他至少也会参加三台 有什么关系深丢无聊的理由 把整整身体正宗都热带气候 好带风空 让你成员 像当作同理的风筹 做生活困扫不如去牢 那一种烦恼都抽 全部都抽空 让你恒惮住 让我人带了重脚 给淡淡的人欢笑 编凡几脚 想要一笔深作上要 看心情都不重要 比下个月光亮起作用信号 越过温度人生只能能见到 不再会去城市冒着尽空 离本的场 我想我可以抓 从风中到三个花 不想一坠入水行 或是地霸 但身在我手 拥抱 倒霉出发 别停下 我想我成为阳光 常会飞掉青霞 我成为昆虫 杀皮 一遇的雪花 我不在乎 我翻译的农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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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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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声是通过 芒果台出道的歌手 他中途虽然由于 毁约事件 遭到了湖南卫视 一段事件的封杀 不过目前已经缓和 而且近年来 他还参加了不少芒果台的综艺节目 去年还参加了皮歌三 随着夺冠 他人气大增 他也参加了央视中秋晚会 陈浩宇今年参加了浪姐 他是通过台湾选秀节目出道的艺人 而真正爆火是在古装剧《如意传》中 饰演淑菲 易和娜拉 易欢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目前他的主演热播剧《凡人歌》 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和追捧 魏大勋是一位演员 他与湖南卫视的合作非常多 经常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和晚会 湖南卫视大大小小的晚会 基本上都有他 而他也被网友调侃为显眼包 他参加不知道到时候 又会遭到多少人的调侃和吐槽 张远也是通过湖南卫视《快乐男生》出道的歌手 他也是0713在就演男团的成员 目前他的人气也非常好 毫无疑问他也会出现在多台中秋晚会中 张明晨则是通过《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走红的歌手 目前他的人气非常高 也是各大音宗和晚会节目的常客 他的参加肯定会吸引不少网友观看 谢可颖是内地歌手 演员 他是通过东方卫视选秀出道的歌手 后来还参加过《青春有你》 目前他在热播剧《雪迷宫》中饰演的张学瑶 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而他这次参加中秋晚会也会吸引不少网友 Ride成立时间并不长 他们成立在今年7月份 而他们受到邀请出现在录制路透图中 也是遭到了不少网友们的吐槽 之所以有很多网友吐槽 是因为参加了《芒果台》的百分百出品 而在这档节目中 由朱洛西 李千宇 刘亭秀 彭香水 李玉林 胡静怡 依子路七人组成的Ride组合 被网友认为是内定团 因此才遭到很多吐槽 除此之外 目前出现在录制路透中的嘉宾 还有丁宇熙 郑云龙 张琪 张宇熙等人 目前节目还在录制中 后面还会有嘉宾加入 那么你最期待谁的加入呢 皆好去嘉宾